17日高雄市出现案74的确诊个案 如今也传出跟他同游冰岛 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高雄市的园警 就同样是在2月25号到3月10号 来一起去冰岛旅游 行进间的车辆是属于不同的一个状态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2月25到3月10日 这15天的冰岛团这名园警 跟案74虽然同团出游 也一起吃饭 但坐不同车 回过当下案74尚未确诊 这名园警也只先请假6天 在家做健康管理 原则上在当时冰岛的旅游警示 是属于一级的状况 也就是该案应该是属于健康自主管理 但是基于慎重起见 他就自动请假 那升级成为自主的一个居家检疫的状况 原本3月17日他就要回到工作岗位 却受到通知案74确诊新冠肺炎 当下从家里被带往大医院筛检 并要求他居家隔离 从3月10日算起 得到3月24日没有出现症状 裁解检果成阴性才能出关 日前的这个指示里面 市场就已经下达了 市府所属公务人员 这一部分原则性的禁止出国 从3月2号开始生效 时间点就是 这名园警在国外的时间 尽管这名园警冰岛游 是在高雄市下达禁止公务员 请假出国前 但还是可能让防疫出现破口 难免引发诟病 但目前不止这名园警居家隔离 高雄市配合探访确诊者的警销 统计有5位 虽然都有穿上整套隔离装备 但毕竟是接触过确诊者 不得已还是得居家检疫 防疫确实 才能确保 病毒不会在高雄市区 怕怕燥 记者宋佩晨 杜云杰 高雄报道